编织戒指这个作品是送给湖南的一位粉丝的 这位粉丝要做的是一款七股银丝编织的纯银戒指 平安款的外面刻的是平安两个字 首先是融合好的银子到这个槽子里面是一个银条 现在我们把这个银条一点点给它压长压扁 然后一点点的把这银丝 因为是用七根银丝去编的 首先要把银丝给拉出来 算好粗细 然后再剪出七根银丝 剪好之后 放在这个上面一点一点的给它编织出来 这是一款七股编织的纯银戒指 外面刻的是平安两个字 平安两个字是可以更换的 这是编好的形状 把它敲紧 敲紧密好看一些 敲紧之后 然后再剪掉两头多余的部分 然后把一头给它稍化一点 稍化一点 再敲平 因为要刻字的 全部敲好之后 再打磨平整 打磨好之后 上面再刻上平安 两个字 刻好之后 然后在戒指棒上面 弯成戒指的形状 然后再给平安两个字做旧 破旧黑一点 然后最后抛光 抛光 就是成品了 来欣赏一下 来欣赏一下做出来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一款七股编织的纯银戒指 平安两字可以更换鸟的文字 里面也可以刻鸟的文字的 喜不喜欢 如果说想做九股的也是没有问题的 都可以的 给客服想要的说清楚就行了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 谢谢